今年的全明星名单终于出炉了 很多人都在为哈登的落选表达不满 但是还有一些球员 他们实力不俗 数据也不错 就是职业生涯从开始到现在 都没有拿到过全明星的入场券 大家好我是小程 欢迎来到体育电视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六位 始终没有进入全明星正赛的球星 看看你认为谁是最遗憾的那个 第一位迈克勒姆31岁 效力联盟时长10个赛季 生涯长均是19.2 加3.5加3.5 巅峰时期长均在23.11分 3.9篮板4.7助攻 连续7个赛季 场均能得到20加 CJ今年的实力非常出色 无论在体育还是开拓者 他都是相当理想的二当家 我想这次没能入选的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球队战绩和西部的后卫都太强了 如今的迈克勒姆完美地融入到体育队当中 无论是英格拉姆还是核子安的搭档 都产生了不错的化学反应 即便单核带队的时候 他的表现甚至还会更加的出色一点 在面对凯尔特仁的比赛中 他全场得到了38加4加4的数据 虽然没有帮助球队拿下比赛 但是能够以一个人 面对核侃70分的双碳花 和战绩第一的凯尔特仁 已经相当给力了 在进入采访时 Zion也说到 我很惊讶我队友迈克勒姆 竟然不在全明星赛的名单里 我认为他值得入选 像CJ在衰老到来之前 能够享受在全明星赛场上的时光 二 托巴埃德斯·哈里斯 30岁 效力联盟了12个赛季 剩下场均16.3分加6.2篮板加2.3助攻 巅峰时期 场均能达到20.9分加7.9篮板加2.7个助攻 不过作为球队三当家 想进全明星有点困难 可能他队是否进入全明星 没有太大的抱怨 但是NBA Central发推询问 谁是东部全明星最大遗珠的时候 哈里斯立马就为自己大哥哈登 抱了不平 直接在推特下 回复了哈登的名字 那场均21分11助攻的哈登都没有进全明星 那哈里斯没有进全明星也是相当合理的 三 哈里森·巴恩斯 30岁 效力联盟11个赛季 剩下场均14.22加5.1篮板加1.8助攻 巅峰场均19.2分加5篮板加1.5助攻 巴恩斯是勇士初代五无效的成员 并且跟随勇士 夺得过总冠军 本赛季 哈里森·巴恩斯出战30分中 10投6中 3分球9投6中 罚球2中2 得到20分3篮板2助攻1抢断 他的年龄其实还不大 也算到上升是相当不错的风险拼图 但是如果没有研发出全新的技能的话 那以后还能不能进全明星就很难说了 4 鲁迪·盖伊 36岁 在联盟效力了16个赛季 剩下场均得分16.3分加5.8篮板加2.1助攻 巅峰时期场均21.1分加5.9篮板加3.7助攻 7个赛季场均得分有19分以上 不夸张的说 在2017年跟剑撕裂之前 无论在灰熊猛龙还是国王盖伊 他都是当之无愧的球队当家核心之一 长均得分也是常年维持在20左右 但偏偏就是这样的表现 让已经来到生涯第16赛季的盖伊 至今一次全明星都没进过 那如今前锋位置的竞争相当激烈 盖伊基本也在弱队 那这个年龄也很难有机会了 盖伊也还是相当可惜的 5 埃里克·戈登 33岁 在联盟效力14个赛季 剑下场均16.4分加2.4篮板加2.8助攻 巅峰场均22.3分加2.9篮板加4.4主攻 戈登当过船长也当过蜂王 在快船提湖都有场均20加的表现 但当球队成绩差 受伤后他转心投手 三分非常准 是重要的冠军拼图 那今年全明星也没机会了 不过另外一位同名叫做戈登的阿龙戈登 也非常可惜 最没有获得扣篮王头衔的人中 最会扣篮的人 戈登和金块的表现都不错 他在采访的时候甚至直接说出 如果他能够进入全明星的正赛 那他就还愿意再参加一次扣篮大赛 6.雷吉·戈克逊 32岁 在联盟效力了11个赛季 剑下场均13.1分 3.0篮板4.3助攻 冰封场均18.8分加3.2篮板 加6.2助攻 在雷霆和活塞 雷吉的表现都相当不错 是相当优质的板凳匪徒 但本赛季雷吉的表现就不太理想了 NBA常规赛 115战胜了快船 雷吉·戈克逊出场了18分钟 投篮9中1 3分球2中0 仅仅得到了2分 1篮板3助攻 那此后雷吉的上场时间也直线缩减 在与老鹰的对决中 雷吉·戈克逊仅出场了7分40秒 而同为老将的巴图姆 则希望在记者面前为他找回场子 巴图姆说道 对于一些球员来说 有些比赛中并不容易 但是我们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 必须与雷吉保持沟通 想想雷吉救过我们球队多少次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喜欢他的原因 可能雷吉一生也注定 与全明星正在无缘了 那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了 那以上几位 你认为谁是全明星最遗憾的一株呢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点个订阅 这里是体育那些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